现在在时光网上 小时候的评分只有2.7分 你觉得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责任在谁呢 我觉得大家其实应该看完这个电影再评分 但是我觉得没有看过一个电影 就是说他们蓝片 这个是不公平的一个态度 因为这部电影可能不太接地气 然后不能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 然后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 就是也说好 也说非常的感动 可能吸引的更多是那种 比如说十几岁到二岁的学生 你有没有觉得这种观众 也会太局限了呢 但是每一个片子都有它的一个局限 那但是你只要拍出来 有人喜欢有人感动 但是也有一些类型 比如说 但是其实你看电影并不是所有电影 但是关键是 但是比如说 但是如果没有 但是你要批评的在点子上 但是有一些声音是 但是如果没有看过电影 但是我们希望进行 在电影《小时代》的首映发布会上 对于编导问出的 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 评分较低的问题 郭敬明的回答可谓是 行云流水 长篇大论 让人感慨他不愧是一个小说作家 不过他这一口一个 但是却暴露了他 为了解释编导的问题 有些强词夺理的状态 小色导演 如此的强词夺理 你是不是并不在乎 自己作品的口碑呢 是不是说就是您不太接受那些批评的声音 然后不太看重口碑呢 我接受批评的声音啊 像里面比如说 是不是不太看重口碑 我看重口碑啊 我也接受所有批评的声音 但是你要批评的在点子上 包括你看完之后 你如果不喜欢 然后你讲的也很有道理 我也会虚心去揭示 感谢观看